醫院急診室 一名男子躺在單架上 雙腳裹著紗布 看起來十分虛弱 全身有多處刀傷 血流不止 案發現場社區大樓中庭 清潔人員用水沖洗地面血跡 警方調出監視器 黑衣男子在電梯中不停照鏡子 看身上有沒有留下痕跡 疑似就是加害者 怎麼發生的 不知道 吵架嗎 不清楚 台中西區中敏南路 這間住宅大樓 有男子被砍不停流血 警方凌晨四點多貨報到場 只看見屋內二十九歲張姓女子 跟受傷的二十八歲李姓男子 他全身多處刀傷 腿部還有骨折 兩人是情侶關係 疑似女生的前男友 因為感情糾紛 跑到對方的住家行凶 李姓男子已經送醫之後 沒有生命危險 那我們警方持續來調閱監視器影像 來清查身份 目前已掌握一個特定對象 疑似三角戀情街爭鋒吃醋 凶手卻下手這麼狠 其中犯案細節還得等警方抓到人後 才能釐清 記者黃上富 韓志欣李雲杰台中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